國外做得比較好 各位看這是什麼 仙人掌嘛 對不對 是不是仙人掌嗎 人家他也是基地台 基地台長這個樣子 對 因為真正的仙人掌 上面有毛 這根仙人掌是沒有毛的 而且底下還有個箱子 你看 有電的地方 這就是人家偽裝基地台 我們至少看起來舒服一點 所以連偽裝 都很有藝術的概念 很有藝術 你看這個 棕櫚樹對不對 棕櫚樹 有問題嗎 他也是基地台 這也是基地台 很像對不對 人家還真的用了假葉子 去弄得真的像葉子樣子 所以基地台舒服一點 我們不要說看到東西 然後就要死掉 台灣我們是把基地台 直接掛在樹上的 然後偽裝 這根本沒有偽裝 這直接掛在上面 表示有基地台 所以人家偽裝 都沒有半點誠意對不對 擺明就是掛在那個地方 有 超有誠意的 你看這個房子當然是發生在 不管是新竹跟鄉下地方 像花蓮吉安像這種地方 都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是居民掛白鋪條說 要求隔壁居然給我用一個假的 那個基地台在這邊 這哪裡有基地台 哪裡有基地台 看不出來 這個我們先看這邊 對不對 他們掛白鋪條說隔壁是基地台 要求他們死掉 對不對 沒有基地台 你自己再過來看 水塔嘛 水塔 也是水塔 對嘛 這水塔就是基地台 什麼 這是假的水塔 他怎麼用水塔未裝 看不出基地台 就是不要讓你看得出來 這樣你就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水塔不裝水 裡面裝著一根一根的基地台 是 所以各位 如果你要發現說 你懷疑你們家旁邊有問題 第一件事情 你先找他的水塔 如果說平常好好的水塔 突然間做了一些木頭的棧板 把它擋起來 他百分之百一定是基地台 第二件事情 如果是水塔的話 有一根電線牽出來 你看這個 水塔底下為什麼要吹冷氣 各位 像是這樣子 在那樣的水塔架在上頭 旁邊還有電線拉下來的地方 那就是基地台 各位 水塔不需要 這麼多電線吧 是的 水塔只要兩根線 去測收有沒有水而已 可是不需要電線 那這張圖是 它有冷氣耶 因為它必須要散熱 所以你們家附近 如果隔壁鄰居的大樓 蓋這種奇奇怪怪的水塔 那八成有問題 你應該要關心了 對 一定要關心 你至少問一下屋主說 你有沒有整個整棟塞樓同意 你要不要拆掉 你是不是要求收人家錢